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非常感謝你們 那這期要來試玩的是這一款吞心 M OK 那今天是6月10號 那這款遊戲應該是6月9號 雙平台正式上線 OK 那就來吧 欸 怎麼卡住了 好 點一下就好了 恩 通常這種類型風格的遊戲的話 我會聯想到那種免洗的MMO系列 那就讓它解壓縮一下 我們稍微等待一下 不然我按個暫停好了 好的 解壓縮好了 那這邊登入的方式有Facebook 遊客登入還有註冊帳號密碼 那我用遊客登入好了 OK 那用遊客登入之後 它幫你產生了一組帳號密碼 那這是開服公告 沒錯 6月9號開啟的 6月9號的4點半開啟喔 時間還蠻晚的啦 通常都是早上10點啦 OK 那音樂好像比較小聲齁 因為剛剛開場的那個有點大聲 這邊伺服器的話是9個伺服器 然後現在都是流場 他那個時間開服的話 比較晚啦 通常是早上 那我現在玩的時間是半夜啦 我大部分如果常看我的頻道的人應該知道我都是半夜玩遊戲 然後白天發發影片這樣子 畫質 畫質的話我覺得可以再調 因為這個感覺 詞句比較嚴重一點 那這是絕影 看一下職業吧 神風斷天紅 將一翔交龍 神將 OK 那好像沒有男女齁 原神是怎樣 人間道 怒向護蒼生 這好像那個佛道的一個 這邊好像有兩個欸 塗魔 人間道 怒向護蒼生 好像是劍仙啊 果然是劍仙 那為什麼會有元神啊 好 太了解了 那她的元神怎麼會是男神配音 然後後面這個感覺像女神 這是一開始她推薦的吧 絕影是不是 感覺有點像那個刺客 而且又有點機甲的感覺 齁 機甲的感覺 這個也是弓箭手嗎 咦 她沒有輔助我 那這是小蘿莉 雨林 那我用小蘿莉好了 看一下她的元神 元神好像就在她人物後面 感覺是這樣 這遊戲的玩法 元神好醜喔 啊 不管了 欸 我可以可以 要點 要點一下 來吧 用個小蘿莉 進去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找畫質 修改一下 找到設定來修改一下畫質 那我推測啦 我還沒玩過 但是我直接推測她是那種 明星的玩法 M-MOMA 自動接任務啊 打怪啊 什麼的 那就看她的那個畫質表現啊 然後什麼的 這邊開啟力點 OK 可以隨意旋轉 那我先設定一下 不要再給我動囉 拜託拜託 我要找設定了 她要跑過去了 沒辦法 不受控制了 不受控制 這邊嗎 沒有 這邊嗎 黑暗森林 可是很危險的喔 這邊 OK 找到了 設置 那 完美 好 完美 恩 同屏人數 10人 然後還有那個 音樂的一些設定 這是我的名字 還有遊戲的ID 然後這邊是掛機設定 沒有 都這樣啦 那一件那個 掛機程式 我不是改了嗎 怎麼覺得還是很差 有點不OK 我再找一下 有東西要按確認嗎 最強畫質啊 那為什麼沒有呢 這樣好了啦 我重開一下 我重開一下 我重開過了 但是 她這個畫質 只是把這些東西 開關而已 所以真的 感覺好像畫質不太好 沒有看到其他的設定了 就只有這樣而已 就只有把這些開關而已 不是很了解啊 就是我的主畫面 我的畫質 是不好的 但是這邊就還好 這邊是還好 我的這個遊戲畫面 大家應該有明顯感覺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很不OK 就是持續非常嚴重 這邊是還好 還好 這邊是還好 大概在中下吧 然後遊戲的這個畫面 就有點 該怎麼說 非常魔物 有點像小馬賽克 有點像馬賽克 那如果你們 我在上傳之後 那個畫質應該更 有點慘不忍睹吧 應該說我錄下來的畫質 就是我錄的過程 還好 但是傳到Youtube之後 他會把它壓縮得很厲害 就整個 會更慘 那沒辦法拉遠鏡 但是 可以 可以轉視野 可以轉視野 但是他會慢慢的跑回自動視野 他在走路的時候 他要把視野用成正常視野 就是 有點45度角 往下看這樣 俯瞰 俯瞰 所以就是 以免洗遊戲來說 我是覺得他的畫質 真的有待加強 我是說 遊戲畫面那些畫質 畢竟我已經調到最好啦 可是總覺得我的人物 非常的 像模糊 那我也沒辦法 不知道是遊戲沒有 調整好 還是說模擬器的問題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問題 還是說他原本就是這樣子 就因為我 我只能玩給大家參考 沒辦法說 大家的意見去整合這樣 所以我覺得 比較可惜 那這個 這種畫面當然是正常 這種 2D廣告畫面 好 那就繼續吧 那這個遊戲 你看這邊畫質是OK的 可是這為什麼遊戲就有點模糊 搞不清楚 理論3應該套同一個模組 我是已經嘗試去找設定了 可是就沒看到 設置裡面就只有這樣而已 已經調整過了 唉 就沒有辦法 那就大家就將就一下吧 也許你們的是正常 也許你們的是好的 我這邊 像這個 過場的一個小動畫 都是OK的 你看這個龍 突然變得好模糊吧 雙頭龍 三頭龍 神獸 就有點 東方玄幻 神獸 旁邊還是有一些玩家啦 雖然不是那麼多 夜雨什麼的 神通他應該是用 預設的ID 那我們現在騎路囉 騎這個仙路 那 字幕都是清 這邊這邊的對話框是還可以 那 祖先任務這邊又有點模糊 這字就小小模糊一點點 感覺他優化可能沒搞好啊 我是這麼認為啦 羽獸突擊 突襲 那反正這些按鈕我們也不太可能手動去按了 因為就自動自動一直自動 有沒有這個過場我就覺得還好 過場動畫就不會太差 可是偏偏戰鬥的時候就 不知道該怎麼說 整個就很扣分啦 畫質很扣分 畢竟免洗遊戲我也沒辦法從他的遊戲心來批評 來評價 因為大家都一樣嘛 免洗啊 自動打過來自動接任務 好 做其次吧 就只能從畫質啊什麼來判斷說他優不優秀這樣好不好看 因為好不好玩 因為每一種玩法都差不多啊 大同小異 那這邊就自動離開 有一個副本 音量的話 已經可以再大聲一點 彈鳳遊戲 這還可以 所以我們就盡量不要看遊戲畫面 看這邊的大頭人物好了 算了 這邊是組隊任務 這見面都大同小異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VIP好了 有 VIP0 會員月卡280 儲值的話是美金比66 OK 就是33 因為通常他會算33元啦 但是他這邊直接用美金嘛 接下來美金大概29 2930左右 那大概就1比2 他沒有說手儲 喔有這邊有 手儲的話再乘以3 他乘以3 最後給你330然後再給你660吧 大概是這樣 第一次購買的話 第一次購買的話 那這邊是會員免費 他通常會給你一個免費 然後吸引你過來點 但是我現在不是會員 OK我不是會員 VIP的貨 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VIP有到多少啦 這邊看不出來 沒辦法拉 有的會到VIP10級 看不出來 投資這都課金的啦 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問天哥哥 獨立 這是線上的那個獎勵 然後這是升級的 看你多少等就可以來領取 虛號兌換 我不允許任何人傷害問天哥哥 來打Boss 哇這邊有翅膀啊 是不是我們打敗這個翅膀 就可以獲得這個羽翼啊 其實八九四啦 這邊有一些 喔呦 擊敗這個獨角寒狼的話 就可以獲得一個翅膀 就做起翅膀馬上給你啦 然後等級的話很快就100等了吧 現在是24等了 我覺得 還可以還可以 不會太慢也不會太快 就是適中 我玩過那個很誇張的 就是10分鐘大概100多等 那種就比較誇張 這邊的話 點地圖包裹 還不能點喔 可以點包裹 戰力1萬5 也還好沒有很誇張的數字 我的也是很誇張啊 二三十萬一直在那邊標 好厲害 獲得了那個翅膀 那差不多是這樣啦 就十幾分鐘內 你就可以拿到坐騎翅膀 只是我就 這個遊戲畫面 我不知道 你看喔這個背景 背景是還可以 但是為什麼 我是覺得我們的人物啊 就非常的 他是要省資源是怎樣 我是覺得有點模糊 就很可惜啊 這個也是小模糊 沒有那麼清晰 就如同我一開始說 我已經 調整畫質 高畫質 可是就沒有改善 那我也重開過 我剛剛有重開過 遊戲 就如果你們 沒有這個問題 那就是我的問題 我也不敢直接說 是誰的問題 因為有時候模擬器嘛 你可能要播四幾款模擬器 或許就 沒問題了 也不一定 OK 那就先試玩到這邊 如果你看到這個試玩 你對這款遊戲 有興趣的話 那我會把一些 他們的網站啊 Facebook啊 下載欄 下載一些連結啊 放在我的YouTube資訊欄位裡面 你們再去找來下載遊玩 那就先這樣囉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鈴鐺 那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